大家好 今天是4月3日,星期一 今天的市況 真的可以說是相當精彩 因為如果你以今天去看 原先大家都以為 真的可能會比較悶 淡靜一點 但是在這兩天的時間 內地有個消息 雄安特區 都令到市場 今天一開手的時間 都令到大家 對於我來說是挺驚訝的 為什麼說驚訝呢? 因為有個別的股份 好像金魚這些 那個的升幅 都可以說是相當大 其實都可以今天回到市場 因為市場都比較淡靜 而且都真的 可能等到星期四 等習近平和特朗普 可能大家見面後 可能市場 在短期內 才會有比較清楚的方向 但是就著 這個 雄安特區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一些意見 為什麼呢? 其實今天 大家可能看到個別的股份 可能會覺得 是否有這麼誇張 升這麼多 但是你不要忘記 其實這一次 這個雄安特區 那個定位 跟之前 這個叫做 深圳 和上海的浦東 有些不同 當年 深圳這一邊 它主打是高薪科技 而這個 浦東那邊 基本上 它主打是金融業 但是今次 這個雄安特區 它的定位 比較特殊 大家都會 視之為 它是一個 副首都的角色 所以 它的 身分 本身 是高格調 當然 以往的時間 好像之前 賓海區為例 它那時候 好像很踴躍 那時候也很厲害 但是 最後那個 好像 無疾而終 但是今次 你可以說 是 主席 習近平 親自下訂單去做 我相信 它的影響力 會很大 真的會有 一輪的炒作 所以你可以說 以金融為例 因為 其實 這個叫做雄安地區 現在很多叫做是 蛙地 類似是濕地 如果你真的要 搞到很大規模的 基建 可能真的要用很多 基建的投資 是真的 但是 現在 究竟是不是真的 會這麼厲害 這個是有待觀察 所以 你只可以說 現在升這麼多上來 是有點而好似 感覺上 升得比較多 但是 真的是 完全是一個概念 難說 不過 有課 恭喜大家 先拿著 其實不單是它的 有水泥板塊 其實可以先拿著 至於基建那些 說真的 業績不太好 在星期六的講座裡面 也有很多朋友問我 基建股 我都說 逢高減少 因為業績真的不太行 但是 現在多了這個 叫做雄安特區的因素 都是分段減少 可能 設定目標價方面 定供少少 變成 再彈的時間 減少 反而 這回合 有些調整的時間 都可以 想一想 因為這些 比較直接 而另外 有很多的版塊 真的說 天津字頭 北京字頭 那些 反而那些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些 可能純粹查了一陣概念 甚至 我比較喜歡 那隻 北控水母 其實 上次推出的業績 也不算很差 但是下半年的時間 差了一點 不過 今天來講 照炒上來 那這些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 我覺得 炒歸炒 這一陣 有些 真的炒得了 還有就是 今年的市況方面 最後也多說一些 因為 看來 星期三 就是我們服市的時間 A股 都可以開市 都可以 預見得到 這一堆的 就是 雄安特區的概念股 全部 都是升停板 一定是升停板 但是 看看它會延續得多久 因為 當它們的股價 真的可能有些 可能你說解釋 可能炒了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暴跌那一刻 都可能會令到 整個市場的氣氛 有些逆轉 這一刻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因為 明天就是假期 我們星期三 就是到 服市的時間 我再和大家 跟進這個 時放的看法 拜拜 拜拜